为了行销台湾观光 交通铺观光局日前率领国内50家饭店旅行社主题乐园业者 到南韩首尔举行洽谈推广会 将近200名台韩业者代表参加 台湾观光代言人欧雄也现身助阵 场面热烈 观光局表示 去年虽然受到MERS疫情影响 但台韩往来交流仍突破115万人次 今年1到5月 韩国来胎人数也较去年同期成长20% 观光局希望透过宣传和改善观光环境 吸引更多的交流 目前韩国旅客出口到台湾来 在北部集中 我们将来也会把北中韩共做分离 同时散客 团客并重的原则下来利用我们很多的一个宣传的网络 还有柳珍九等这些的知名艺人的代言 在改善我们两三个环境 我国驻韩代表时定表示 这两年台韩每周定期班机从137班扩增到198班 但仍一位难求 象征观光蒸蒸日上 他特别感谢民间对观光的支持 我想今天能够高同满座 就是证明我们台湾跟韩国之间 这两年我们的观光达到120万人次的高峰 是各位努力的成果 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我们的政府 谢谢各位 尤其是明天对台韩观光的大力支持 五国观光产业交流协会表示 明年台湾灯会在云林举办 希望韩国旅游业者能加把劲 向台湾大量送客 欣赏不一样的台湾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